好久都没有来逛了 都得看路标才能知道往哪走 老公 今天是逛街视频 我们现在南海 南海里面其实是不允许拍视频的 帮我们拼了 没事 逛一条 我们两个逛街的节奏完全不一样 我是随便走走拍拍 它是这样 我是跑着逛 简直是跑着逛的 帮妹妹跟Lukas买家具 买了一个学习桌带书架 然后买了一个上下铺的床 我买的是上边和下面一样大的 Twin size 因为我们觉得想让妹妹开始自己睡觉 必须有一个非常好玩的东西吸引她 所以让她睡在上面 她可能会比较喜欢 然后等我们装好了 就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妹妹要开始自己睡觉了 不能再睡在爸妈妈房间了 然后我们还给孩子们买了两个沙发 在沙发上秀上她们的名字 让她们坐在沙发里面读书 我觉得肥安娜就买个小号的就行了 你觉得呢 可以啊 Lukas买个大号的 提前给孩子们准备了圣诞节礼物 有道理 我们可以不用给她买圣诞节礼物了 你好聪明 这个摇晃的沙发做的好舒服呀 不知道大家喜欢皮沙发还是布沙发 我是比较喜欢布沙发的 我觉得布沙发做的比皮沙发还要舒服一点 而且可以少剥削很多动物的皮 以后不要再买皮包了 我已经买完了但是他们要到12月初才会到我们家安装 我觉得他们肯定是从中国进货的需要这么长时间 好了给孩子们买完东西了 我们去桂乡家吃午餐 今天吃湖南菜 拜拜 拜拜